拿着纹身照片警方忙碌开了 在南京大大小小的纹身店一路追查下去 别说还真就有了新发现 他前去闻了一条龙 这闻的这个制作水平呢比较粗厉 他这个闻了龙闻得就这样 人家闻的是龙是龙飞凤舞 他这条龙呢是人家是病病如是叫病龙 感觉给人感觉他是闻得很差的事 第二个呢他后背闻了一条关公 这个关公在我们南京地区呢 这个闻的人很少 关公呢一般来说他们是一个镜 一个镜头一个神 首先第一个是不随便往身上闻 要闻也就闻一小的图啊 他从大面积的背后中关公 一般来说人是不闻 因为在沿海这一带啊 人们极为尊重关老爷 那是五圣人啊 把圣人闻身上可有些不敬啊 由此看来 这死者呀 可能是个外地人 我们当时也想了这个问题 是不是哪个船上面掉下来的 那这就难说对不对 虽然他不是那么南京人 那是外地船 他路过南京的时候 他落水了 或者有人 从那边发生某个案 所以我们呢也掉起来 在这个期间 我们路过南京的所有的船只 那么经过这个筛选 我们基本上船的这个筛选 也去联系了 也没有发现有船上也发生 失踪人员 或者有案件的这个被杀人员 这个举报 或者这种异常情况 浮尸发现之后 任凭警方怎么加大力度搜查 关于死者的身份 愣是没有一丁点线索 正当案件现有坚决 南京市法医中心 传来了一份尸检报告 这封报告 给整个案件带来了重大转发